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这一章讲真正的大就是何于道 就是自然 因为自然 大反而好像很平常 有所缺陷时的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大成极伟大而又完美的成就 这里指道所成就 所创造的整个世界 却指的是缺陷 不完美 必以为衰败 衰竭 引申为短暂的 变化的 从内容和行文结构上来看 本章可以说是第四十一章的延续 老子认为 大成 大赢的人若缺或者若冲 什么是大成若缺呢 指的就是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 要表现得有所欠缺 既然获得了极大成就 为什么还要表现得有所欠缺呢 这是因为 只有让自己保持欠缺 才能保持已有的成就 使发挥出来的作用永不衰退 由此可知 大成若缺的道理 于老子上一章所说的 知足不如 只指不但有着极大的相思之处 这里的有所欠缺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 为什么做事情要留有余地呢 这是因为留有余地 不但可以进退自如 还能保持自己开创的事业不衰退 并使其源源不断地发展下去 大赢若冲其用不穷 其中的赢是冲赢 丰满的意思 冲则是冲动 冲击的意思 后来引申为溃决之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虽冲赢得好像溃决 但它的作用永不穷尽 这一句和上一句说得是同 各道理都是在论述物极必反的道理 老子反复强调物极必反 目的在于告诉我们 凡是要把握一个度 要是可而止 不要永无止境地追求 圆满无缺的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继续发展下去 便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所以只有保持大乘若缺 大赢若冲的状态 才不至于走向极端 大直若驱 大乔若驱 虚以为弯曲 邪屁 大乔指的是最灵巧的人 在前面的章节里 老子也曾表达过 自己关于灵巧与机巧的看法 在老子看来 机巧是邪恶的 他把人类从朴素咽向了奢华 机巧是邪恶的 那么拙劣就是好的吗 这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机巧表现出笨拙的样子 这难道就不是机巧了吗 哪看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参悟这个道理 就一定要联系老子无为的观点 老子认为 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 如果把无为比作果皮 那么无不为就是果实的内核 老子在前面的章节论述水的本质 目的就在于劝导人们 要像柔水一样于事无争 这个于事无争 并不是任人宰割的意思 而是指没人能与之相争 机巧也是如此 机巧表现出拙劣的样子 其实它的本质并没有变 只不过视辟了一件外衣 这是保护自己的需要 大便若那的意思与大巧若柱相同 说的是生存的技巧和策略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 掩藏自己高明的面目 不是表现出强硬和锋芒壁露的样子 而是装出一副软弱 低能 愚笨 木讷的样子 并把这个假象展现给人看 这是一种十分睿智的处事策略 老子想来反对张扬 在他看来 如果强壮者 富足者 当权者刻意炫耀自己的权位和财富 那么他的财富和权位将会受到损害 而他也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静盛躁 寒盛热 心静为天下正 前一个静指的是冷静 后一个静以为清静无为 即和谐一致 协调统一的状态 我们常说心静自然凉 这里的静是安静的意思 凉则是心安静下来之后 感受到的一种清凉之意 当一个人心烦已乱时 会常常产生烦冷和燥热的感觉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心不敬的结果 人有了私欲便有了争夺 有了争夺便会有失败的可能 失败了就会感到痛苦 痛苦是没有尽头的 而人生是短暂的 与其在苦海中漂泊一生 何不自然平静地享受生活呢 老子善于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事物 在本章中也是如此 任吉玉先生在老子心意中写道 这一章讲的是辩证法思想 老子认为有些事物表面看来是一种情况 实质上却又是一种情况 表面情况和实际情况有时完全相反 在政治上不要有为 只有贯彻了无为的原则 才能取得成功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世界上没有真正完满的东西 正所谓越满则亏 日中泽泽 如果一件事物到达了极端 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所以事物的完满中往往带着缺 冲影中往往还留有冲 徐如子九岁时 曾经在月亮底下嬉戏 人们说 如果月中没有嫦娥 玉兔 龟树等东西 月亮会更明亮 徐如子听了说 不会 月亮中有这些阴影 正如眼睛中有毛子 如果没了他们月亮一定不会这么亮了 曾国藩是晚清明晨 被很多人视为中国近代读书人的典范 真正做到了立德 立功 立言但他依然处事十分谦逊 急流勇退 并在晚年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缺债 表明不能太过圆满 大赢若冲 其用不穷 就如水库一样 水面必须时刻保持在安全限度之下 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如果过于追求多壮 反而会使流水冲破堤坝 造成灾难 大营也必将变为大空 大直若驱 大桥若桌 大便若呢 支河驱 桥和桌 变河呢本来就是相生相成 相对而说的 他们之间没有完全明确的界限 只可以变为曲 那也可以变为变 一方面 人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事物 看到踏直 瞧 变 就印想到曲 捉 那得一面 反之已然 这样再使用人才 利用事物时才不会导致偏颇 另一方面 人们处理事情 也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如何以去求职 如何以捉生巧 如卢亮燕先生在老子心结中说 要完成大目标 小的迁就是必要的 如果不愿做小的迁就 而坏了大目标 就遗憾无穷 这就叫大直落趋 敬盛 寒盛热 心境为天下正 安静能战胜躁 寒冷能战胜炎热 心境无为的人才能成为天下的领袖 在老子的观念之中 竟是绝对的 而动则是相对的 按照自然规律 一切躁动的东西都将回归于宁静 如池塘中荡起的波纹 山谷中激荡的回声 摇动的树木 纷飞的蝴蝶 同样 人的初始也是无知无欲的 人心也是无波无蓝的 正是因为在外物 外欲的隐忧之下 心中变得躁动 人开始知道得失 没愁 寒暑 等等 如果没有了外物的干扰 人一定会回归于朴素 心也将归于宁静 而达到这种状态的方式 就是无为 哲离隐身 北宋初期 宋太祖赵匡印 在中原建立了宋王朝 江南的割据政权 南唐位于宋朝的强大军力 向其称臣进贡 以此 江南派名是徐炫前来朝拜 徐炫博学多文 口才出众 与其兄许错 江宁人徐熙 号称三徐 按照惯例 列国前来进贡 宋朝应该派官员监督陪伴 但朝中的大臣 都因为自己的口才 不如徐炫而推辞 如果派出的人口才 文才不如江南 这将是及时大朝面子的事 以时间宰相也不知安排什么人了 只得向宋太祖说明情况 宋太祖听后说 你暂且退下 我自己来选一个合适的人 去对付徐炫 大臣们都十分疑惑 实在是想不出 武将出身的皇帝 如何能在皇宫中 找到一个能言善变的人呢 不一会儿 就听太监宣传点 前司听旨 紧接着几个殿前侍者 进入宫中 宋太祖看后 玉笔点了其中一个说 此人即可 朝中上下都惊诧不已 竟然不知道宋太祖的侍卫中 竟然隐藏着这么厉害的人物 因为皇帝亲点 宰相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打发被点之人 立即动慎 渡将前往迎接徐炫 徐炫见到宋氏 前去攀谈 引经据点 此风如云 旁观者都惊察不已 不知道使者将如何回答 可是 使者这一言不发 只是舍点头而已 徐炫不知身前 在使者面上 既看不到赞赏的表情 也看不到反对的神色 这样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徐炫只说得精疲力竭 觉得宋氏高深莫测又谦虚谨慎 反而显得自己喋喋不休 故意卖弄 于是再也不吭声了 后来 宋氏完成任务 回到宫中 朝臣们才知道 原来宋太祖选的使者 根本就大字不是一个 宋太祖告诉他 无论南唐使臣说什么 紧紧点头就足够了 在徐炫谈经论点的时候 宋氏根本什么都听不懂 宋太祖作为一个武疆出身的皇帝 却具有真正的大智慧 真正了解了老子所说的大便若捉的道理 也而能用沉默战胜口若玄赫 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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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